选民有事请托找上服务处人员 不过发生在台中厚礼一处铁工厂 在2014年的一起土地纠纷 透过司法判决系统查询 这起土地纠纷跟盐宽衡服务处有连结 原本土地纠纷当事人找自称立委盐宽衡服务处 主任特助的邱信男子交付350万 但事后不能收购土地却避不见面 当事人到服务处找盐青山协助 事件辗转变成2014年10月23号 邱信男子被四名服务处人员 载到当事人公司协调债务 只是当时邱信男子身上有伤势 不过当事人妨害自由或判无罪 四名服务处人员公诉也裁定不受理 关键证人谈话就是服务处张警人员说 邱信男子假借服务处知名到处敲诈 证人之一的盐青山更指出 服务处主任特助的名片 是邱信男子自己印的 也没指示服务处人员要去找他 更不希望邱信男子打着服务处名号 害服务处背黑锅 事实上盐青标曾对名号 遭人冒用对外喊话 这期土地纠纷衍生出刑事案件 尽管事后或判无罪或公诉裁定不受理 却也让颜家名号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